我只是確認你是不是社區住戶 我是這裡住戶 要不然怎樣 我確認而已啊 住戶麻煩嘛 輝南渾身酒味 站都有點站不穩 三更半夜回家 面對保全詢問態度囂張 還不停挑針 你現在是在找我麻煩啊 嘴裡念念有詞 不斷出言挑釁 一路搖搖晃晃走進樓梯間 本以為他上樓後 瘋婆就此平起沒想到 口袋裡塞著一把粉色菜 菜刀再次下樓和保全理論 刀口指向對方 還說自己遭到恐嚇 事發新北三峽一處社區內 這名32歲周姓男子 半夜喝得醉醺醺回家 被保全叫住詢問身份 雙方溝通了好一陣子 沒想到男子回家後 卻吃一把菜刀下樓 朝對方叫囂 還不停揮刀恐嚇 而警方調查這名住戶 原來早就不是第一次鬧事 早就是鄰居口中問題人物 保全當時只是確認身份 卻遭揮刀恐嚇 事後提告就被調離社區 竟自己職責保護社區安寧 事後卻只能忍氣吞聲 工作權益又有誰來保障 記者張又此番雅喬新北報導 前面日風 確定カッター 北京 南京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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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